有点可笑,后来我有跟神父讲这个问题 当然这会牵扯到另外一个圣餐问题 通常神父叫我不要讲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人 一个很有爱的人 他就说我来台湾是要宣扬神的爱 而不是就是要让其他基督徒 就是听到一些真理的事情 发现他们的严重错误 就是感到很羞愧 所以有很多事情 其实别人一直在就是会咄咄逼人的问他 他有时候你看出来他好像 好像不会回答 其实他不是不会回答 因为他有时候一讲出来 你听到就是你自己的宗教 你会觉得很伤心 那其实他是基于爱的立场 他有时候就是不讲 讲那么明 然后他是一个很好的神父 因为以前有时候我们去别的地方上课 或什么 其实我都会知道答案 那有时候因为神父教的嘛 跟他们就听多了 我大概也知道是什么 有时候他不讲我就 我的个性就会讲出来 他就叫我不要讲不要 不要讲这个 等他们等多一点的时候你再讲 所以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我就是比较 看起来是比较实际的人 可是就是看不到爱的那一块 他可能就是先把实际的事情抛开 然后他觉得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 比在实际上面的事情 认知更重要 当然他属灵层次比我高太多了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他的脾气 好像不是那么属灵 其实如果你真正认识一些很好的人 很圣徒的话 他们都是脾气很特别 不能说不好 因为他们要让你知道就是 有很多作为是来自神的 所以你看到他们那些坏脾气 或是不好的话 你就会鄙视他们 觉得他们不很好 但是如果真的得到神的帮助 你说真的是来自神 但是如果他们的脾气太好 太谦卑 你们就会不断的感激他们 而忽略神对你们的爱 所以他们宁愿就把他们自己贬得很低 然后才能引到神那边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 很伟大 我是做不到这一点 我在教会常常抱怨 我把功劳归到我自己 都说我做了什么事什么事 神父就不会这样 所以他的属灵层次真的很高 然后很多人误解他 包括我在内 我做在希腊这边才会讲他的好话 因为可能头脑比较清楚 回到台湾的话 也是会跟他就是争执 就是争执 我们教会有些人也会 可能也是受到我的影响 被我带坏了 我要负起很大责任 在耶稣审判的时候 我应该无言 无言 只有羞愧吧 所以 接着这个影片 谁会也不会看啊 别人 有些人看 可能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慢慢的改观 可能我自己回台湾也忘记了 那我看一下 提醒我自己 就知道自己就是有时候太主观 看不到更大的爱在后面 就是忽略了 然后把那个爱 把别人的爱 或是他的对神的爱都掩埋掉了 可能就是我造成的错误 希望你们不要犯我的错 应该你们不会犯我的错 因为像我这种个性 我活到这么大 好像也没 没见到几个像我这么 这样的个性 应该有吧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好吧 今天就到这边 我真的很累了 我要睡觉了 也祝你们有一个 好的夜晚 一觉到天亮 然后 睡觉的时候 时间不要喝太多水哦 这样你才可以睡到天亮 好好睡吧 晚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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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